今天是农历十二月初八俗称辣邦 辣邦州的田乡里 因晕着加低味道 酝酿着春节的喜乐 一岁之末为辣辣者 先也孕着心就交替之意 又有辣的同列 人们会在这时用列武祭祀神灵祖先祈求丰收吉祥 福气 绵延过了辣八九十年 一年一岁一团圆辣乐歌 你还记得怎么唱吗 二十三谈瓜斩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磨豆腐 二十六去割肉 炖炖肉 二十七 载公鸡杀造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门口 三十晚上饶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 今天辣巴黎过年不远了 辣巴辣巴结 最早周代有巴辣 周代称 辣辣月初八计八方八神 祈求来年风调与顺菜拥 独断云辣者 岁终大计 纵利民烟饮 在新故交接的辣月人们 认真而虔诚的祭祀祖先和神灵一餐一饭 一朝一世 无不计托着百姓 平凡而又庄严的生活期待如今 辣巴结祭祀的仪式 早已不再流传而 辣巴粥这一饮食习俗 却传承至今 愈发意愈非凡富茶堆虫 先经碎石记辣巴粥 记载辣巴粥者 用黄米 白米 姜米 小米 灵脚米 栗子 红姜豆 续皮枣泥等河水煮熟 外用染红桃仁 杏仁 瓜子 花生 蜆壤 松子 及白糖 红糖 索索葡萄 以作点染此外 我国北方地区还有用醋泡辣巴蒜的习俗辣巴这一天 将剥好的蒜瓣放入干净的坛中 再倒入老醋蜜蜂后腌制树田 制好的辣巴蒜通体晶莹 达绿口感酸辣别具一番风味 在南方晒一份辣巴豆腐 豆腐快抹上盐水 上不中间 挖一小洞放入食盐 至冬日温和的太阳下慢慢烤晒 别有一番风味 寒宁大帝 熟酒龙东人们认真而虔诚的祭祀祖先和神灵 寄托着平凡而又庄严的生活期待也说 发酒以宿居于心中的种种情愫 此刻正在家中的你 也许正看着各种食材孤多孤多粥 越来越仇爱越来越浓 此刻仍在外忙碌的你 不妨给家里打一通电话父母温热的话语 李正蔓延着童年辣巴粥的暖意 无论你身在何处 总会有人为你立黄昏 问你周可温农情辣巴粥 温暖回家路 今天上午9点30分 新加敦青年陆克运站 与万松江航测社区 共同开展了农情辣巴粥 温暖回家路活动 志愿者们用一碗碗香甜软糯的辣巴热粥 免费给车站志愿者和旅客送温暖 车站还为旅客们准备了红色围巾 寓意着大家都能过一个红红火火的中国年 一碗辣巴粥暖意用社区 今天一大早江岸区原家大院的居民们就来到社区 品尝香喷喷 热腾腾的辣巴粥社区长者一站的食堂里 就摆放好了满满西大桶辣巴粥 志愿者给钱来品尝的居民们 分发粥和满塔花圈 社区群杠还特意邀请了空巢老人们 前来分享辣巴结的吉祥 社区分发辣巴粥 过了辣巴 就是年纪年纪的早点回家版权声明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作者持全署证明与本网联系